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东省 新姓县 三岁时父亲往生 母亲姓李 孤儿寡母搬到广州 生活艰困 卖财为生 因为这样的绅士和背景 所以她不识字 但是没有读书 不代表她没有智慧 正因为在艰困中成长 相信她一定思考过 她要过怎样的人生 这段酝酿的过程 六祖轻轻带过 没有详细说明 但是 我们不能略过 时有一刻卖财 使令送至客店 客收去 能得钱 却出门外 却出门外 见一刻诵经 能一闻晶云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心悸开悟 足问 客顺合经 客曰 金刚经 这段经文是讲 读经典 就是要看你自己的心 你的心执着不执着 这样子反问 切入自己的内在 金刚经叫我们不执着 你说 我也知道要不执着 但就是执着 继续探讨下去 那为什么执着 我执着什么 你执着金钱 地位 名誉 尊严 其实你最执着的莫过于自己 最执着的是你那颗心 重新展现出一切 你真的要去明白这个概念 那为什么会执着自己 因为你抓着自己不放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常常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的 这是你更深的内在 潜意识里害怕别人伤害我们 譬如爱孩子 为了养儿 防老 这是有条件的爱 这种爱真的不纯 这就是杂篮 所以首先要破 对我的执着 这个不破 你是不会见信的 金刚经明明问 云和降服其心 佛从应该度一切众生的角度来回答 为什么呢 立他久了 自然就会破我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如果我们说 钢跟柔 直接破 就是钢 立他无我 就是柔 你要从哪个角度切入 都可以 再说住 住就是执着 你执着什么 用无常这两个字 就可以破你的执着 无常是大部分人 最容易了解和感受得到的 你执着的金钱无常 你执着的感情无常 你执着的身体 别人对你的看法 一切都是无常 因为无常 所以 你就渐渐不执着了 一般人 都知道诸行无常 但就是会执着 你真的知道无常吗 因为社会大众 没有学佛的人 他认为的无常 就是 有人往生 如果把生死 当成无常 那太粗糙 难怪 你对所有的事情 都会执着 举个例子 假如我们的生活 有好几段 当然不是二十岁 或三十岁那段无常 本来就每一段都无常 所以 十岁无常 一岁无常 一月无常 一日无常 一时无常 当下无常 一切都是无常 学佛之后 如果你被别人骂了 转念会比较快 你还是不懂得无常 那叫转念 不叫观无常 没有学习佛法的人 也知道 往好处想 转个念头 转个弯 举个例 假设你同事 骂你一句张话 你会不会生气 比较不会生 那么久的气 对不对 那你 那个气到底是 十分钟消 还是马上消 假设我骂你三个字 王八蛋 骂完了以后 你马上就观无常 当下就转掉 这样的决心 已经算是很厉害了 那你要观到什么程度 王无常 八无常 但无常 不是王八蛋 讲完了才无常 我一开口 就观无常 我们常常会 掉入一个时间差 觉得那句话 讲完了才结束 其实是当下 听到那个字 就要观无常了 就是要这样子观 一个东西的变化 一个念头的变化 假设没有字 假设有四个字 这四个字 就代表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 都有心念的变化 当下就要观无常 这样子练习 观到功夫出现了 这时候你才知道 原来我是 所执着的 真的是 如梦幻泡影 我们很容易看到 动态的无常 不容易看到 静态的无常 容易看到 有形有相的无常 不容易看到 念头的无常 我们经常会把 因缘和合的东西 当成是一种常态 所以执着 会越来越深 先从这个角度下手 很好懂 但是要做 你要下功夫 观久了 今天就无所住了 可是又会有人误会 既然一切是无常 人生不是像一滩死水吗 我干嘛这么拼命呢 那你就掉入人生 没有意义的那一端了 就是因为无常 凡夫可以变成圣贤 烦恼痛苦会消失 你才可以由名转悟 所以除了应无所住 还要生其心 生什么心 生智慧的心 再来 生起慈悲的心 生起清静的心 如果这几个概念 还听不懂 请你在应无所住旁边写 不执着 在而生其心写 旁边写 认真做 合起来叫做 认真做 不执着 这个认真做 不执着的概念很重要 因为应无所住 你知道不应该执着 所以你 不只有 而生其心 就是不落空 所以该承担的 你就要承担 拿得起 一定放得下 放得下 一定拿得起 这叫做中道 离两边 也不止中间 你不要小看这句话 六祖大师 一文金刚金云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心既开悟 证明这句话很深 你要好好地体悟 如果只会送 没有善用其心 你怎么可能会悟 至于这句话 怎么应用到生活中 明天去公司上班 当老板的 请扮演好你的角色 当员工的 当干部的 扮演好你的角色 把你的角色扮演好 这叫做生其心 你不抱怨 也不要觉得委屈 这样就叫做无所住 实时按照这个样子 来面对任何人 事 物 从此 你的人生态度 就不一样了 心计开悟 至于六祖大师 是不是开悟了 如果是 为什么还要去找五祖 之后才开悟 这是你要去探讨 思考的问题 首先要知道 悟 有分小悟 中悟 大悟 大车大悟的不同 至于什么叫悟 灵光乍现 比如说 我们从没有看到过太阳 忽然之间 你见到一道曙光 这就是悟 但是 你还没有见到完整的太阳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四果 菩萨等层次 浅深的不同 第三种说法 以顿教的角度来看 悟了 就是悟了 智一样 但量不一样 为什么 道理一样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量 在些会不一样 比如阿罗汉与菩萨的悟 是一样的 只是罗汉的 只是阿罗汉的悟 心量小 菩萨的心量大 再来 一种叫开悟 一种叫正悟 什么叫开悟 例如 我以前不知道 成青湖怎么走 现在我知道了 叫开悟 如果我已经走到了 就叫正悟 开悟了 接着就要修了 所以叫做 悟后祈修 至于六祖 为什么一听闻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就开悟 相信六祖 早就在探讨 人生的问题 我们一般人心不稳定 想事情是胡思乱想 跳来跳去 所以不能深入地思考 比如说思考 我是谁 一样一辈子 时时刻刻 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直到答案出现 这叫思维 所以禅宗 才会有参话头 针对一个话头 或一个公案 或一个话题 一辈子都在思考 所以六祖大师 一定在这里 下过很大的功夫 不断地在酝酿 直到时机成熟 自然 它就会开花 结果 感恩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